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讲一些世界上发展的局势 这个局势其实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 世界上产生很多的变化 所以是说各位一定要去特别去注意 有时候我们过去所想的事情 在今年你都会觉得有点脆弱不堪 为什么他一直不断颠覆你的想法 好吗 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 美国在这一周可以说是很有趣的一周 因为这个世界的民主灯塔 维护人权的使徒 捍卫自由的堡垒 神知之所在的国度 你看这么多头衔 在这一周再度有美国第46任总统 调拜登他的下令之下去轰炸了叙利亚 歼灭了亲伊朗的民兵组织 送17个人去见了伟大的安拉 大家应该为他喝采 因为他的轰炸会让世界更和平吗 而接下来这个伟大的国家 伊朗要继续的制裁伊朗封杀中国 为什么 很简单 伊朗你卖石油 中国你卖网路设备 对至于新疆 年花也是红色的 这么可恶 我们当然要去制裁中国 对不对 虽然叙利亚人 他的身体流的血也是红色的 不过谁在乎 对不对 他们是邪恶组织 美国人炸掉你刚好而已 是不是 歌颂美军 这个是这个世界的正义象征 各位说是吗 而在这个情形下 我们还可以看到 美国对自己国内的经济 可以说是跟台湾的凤梨龙一样 怎么样 面临到很大的挑战 在上个月 特朗普跟拜登都在抢第50席的参议员 各位还记得这件事情吗 好像过了很久 没有才一个月而已 好吗 来确保自己的党 可以在参与月中取得绝对多数的权利 而在这两席的战争中 民主党他获胜了拿下这场的胜利 但是胜利的代价是答应选民 他要尽数的通过至少1.9兆美元的纾困金 到百姓的手里有足够多的钱 来撑过这个新冠疫情 但是我们看到了现在此时此刻 我们可以知道了 这笔钱还没有发出 因为怎么样 他现在只通过了众议院 而还没有通过参议院 为什么 因为原来的法案里面是让美国的基本工资 翻一翻的翻一倍 当然不会过 对 这个其实老师一直觉得这个事情根本就是个假议题 你把这个案子去帮投在你1.9兆的 的这个纾困案里面 这个可不要说可能了 几乎是百分之百不会过的 你让那些大企业麦当劳或者是亚马逊这种 你翻一倍的工资 他们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你让这些小企业组直接成人事成本翻一倍 你干脆叫他们直接关门会比较快一点 对不对 所以是说你根本不会过的事情 你为什么放进去 我们今天就来讨论看 为什么这个案子 每个人1400元美元的钱 为什么卡到现在都还没有发 进度为什么这么慢 这个是什么原因 其实我们不应该看为什么这么慢 我们应该换个角度去看 你这不是为什么来可以形容或是解释的 我们应该用什么 必须要这么慢 来进行这笔苏克案的审核 为什么 因为美国现在的疫情 已经在口罩令的问题之下 单日新增病例数 已经降到8万以下了 一天只有8万个人以下的数字 这是什么数字 也就是说拜登几乎可以说 在上任一个月以内 就把特朗普所造成的超级瘟疫 全面的压制 单日新增病例已经打了三折 因为最高是40多万 各位还记得吗 就几乎到两折地步了 而疫苗施打的数量也是非常的快速 在拜登手上 每天近几乎200万人的施打速度 打下了漂亮的一战 这个部分 稍后我们会在疫情片里面有跟大家讨论 所以我们现在先讨论到这个经济的部分 那么就在于这笔原本1.9兆的纾困案 在这个急速降温的疫情之下 似乎他已经没有像当时选举 而且瘟疫到跟失业率这么高的状况之下 这么样的急迫 为什么当时一天40多万人去染这个新冠疫情 开玩笑 你这根本就是风声鹤唳 那个生意根本就不用去做 做也不是 你不做也不是 那个时候你手上如果没有钱 那个可是攸关生存的状态 所以是说也印证老师说 3月份将会有很大的转机 6月份可以恢复到世界一半的运行 也就是新冠疫情 他已经做好很大的一个改善 这个预测理论上他应该是不会出错的 那么问题就在于 现在把钱发下去 或许的确会有一个短期的经济提振作用 但是基本上对于美国的财政上 这几乎是刨肉挖骨的一个剧痛 为什么1.9兆开玩笑这么大笔的天文数字 怎么可以这么快发出去 你发出去之后我其他的要用钱的地方怎么办 难道又要让白宫去关门吗 又得去开一个举债上限的会议吗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 这笔索困案能不过 当然最好的就是这个状况 或是晚点过当然是最好 但是时局演变到现在 选前跟大家说会过 选后不对线 那么以后你就很难选 为什么人家可以冠上你一个言而无信的帽子 是不是当然我们也要说他去过 百姓会不会管你国家的财政是不是要爆炸了 对不对 该收到的钱 绝对一毛钱都不愿意少 这个不要说美国人 你放在世界各国 百姓才不管你国家到底财政怎么样 反正是你们在玩 又不是我在玩 你把钱发在我手上最重要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拖自绝 对不对 拖着欠着慢慢来 就是现在最好用的手段之一了 而美国政府现在他用需要用到钱的地方 实在是太多了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除了要偿还他的过去的欠债 也就是美国的公债 这个还是得还 你了不起借薪还救 但是你不能不还 还有延宕许久的基础建设 老师上次上周说过了 这延宕已经是50年以上的事情了 都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需求 而这个需求当然是必须用美元当成他的燃料 当成他的能量 来驱动他的一个建设的进度 为什么老师说他是在迫在眉睫呢 因为一场德州的暴雪暴露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什么 美国的确会跟电影明天过后 中国叫做后天 那个电影一样 对于气候的暖化 是一个首当其冲的压力 因为美国虽然不是最北边 对北边更多的是加拿大跟俄罗斯 还有北欧 他们要面临的是涌动层的融化 比如说是当时的俄罗斯 他们的一个核电厂就是发现有下限的现象 那为什么呢 因为涌动层融化了 既然盖在涌动层上面 他们就想本来是不会融化的 谁知道他会融 因为他都已经不是永远动质的土地了 而北欧所要面对的是暖化 所造成的极为炎热的夏季气候 这个我们在去年的直播大灾问里面 我们就提到 北欧现在面临的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 那么融化的北极所带来出来的极地寒流 吹到哪里去呢 这个世界是一个旧极平衡的世界 所以说你要融化它 那这些温度会转到哪里去 未来动爆的就继续往南走 到哪里到美国 所以说以后是不是只有德州会再经历 一道一次超级低温或超级炎热 不一定 可能更多的州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形 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按这个道理看 人类是没有办法预寒的吗 当然不是 预寒的是个基本的 预寒的设备要多少也都有多少 人类不是没有预寒的科技 而是美国现在民间的基本需求的基础设备 有基础建设 很多地方没有针对极高温跟极度寒冷 所因应的状态 例如这次的德州 水管爆裂不是只爆在家里而已 他很多的地下管线也都爆了 还有电力的中断 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而资本主义盛行的美国 更是一个追求什么 绝对个人自由的德州 恢复电力的地方 店价没有给你通知的 直接给你涨个几十倍的店价 甚至上百倍都有 一个家庭用电 老师看 去稍微去征询一下过 大概有些是100多块 有些是300多块 这个不一定要看你家里的大小 大概都几百块美元 但是这一次经过这件事情 一个浮动的电价 让一个家庭 他甚至要缴到一两千块美金 已经算是正常的 有电用你一两千块美金 你可能还是觉得要用 为什么 因为很冷 对不对 那么有一些已经涨到了 有记录的 这个炸压最近闹得很凶的 有一户已经到了1万多块美元 而德州为了不要让民间发生 这个超高电费 产生那个抗议暴动示威 对不对 德州人的命也是命 是不是 所以他寄出的命令 任何电厂都不能跟客户收取电费 如果你的客户没有缴费 你也不能给他断电 这个是不行的 争取到这么一点的时间 他们要想办法怎么样 透过这个政策 来疏解民众突然增加压力 因为你是涨个两倍 我们也认了 三倍我可以接受 你涨到10倍 甚至30倍的电费 那简直是会把一个家庭压垮的 因为有一些的家庭 他们的确是在平均线以下 你这样子去弄干对叫他们 以后都不要搞了就好了 是不是 那么在此之前 在灾难刚开始发生断电的时候 各位不知道记不记得 德州的政府还说过 州政府没有欠你什么 电厂也没有给你供电的义务 一切你都应该自己准备好 对不对 不是DIY 人家就叫PIY 对不对 为自己准备好 当然 这件事讲完之后 很迅速的就改了口风 为什么 官制两个口怎么说都对 现在口径当然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 这跟我们上周所谈到的德州的问题 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为什么 他也是全美国的问题 美国的民生必须 包含水电瓦斯这些民生的命脉 这根本就是命脉了 都不是政府的公营事业 而是民营的财团设备 他可以卖给你 他也可以不提供给你 没有人可以强迫他 对不对 那是一个自由的一个国家 那么也就是说 美国政府对于这些能源事业的掌握度 基本上是极度低的 而且必须根据市场的机制 以及自由经济的大框架底下 这些从能源供应包含了怎么 家庭用的天然气 还有什么 页岩油 煤矿 供水到设备的维护 到把它整合之后输出到所有流程 比如说变成你的家用电 刚刚讲到家用瓦斯 或是你小商家用的商用电 或是你家庭要喝的水洗澡的水 都是由民营单位去控制 就像美国政府 他自己没有印制钞票的权利 银行的体系也不归美国政府管 是归谁管 是归于联准会去管 很奇怪的意思 联准会他是一个私人单位 他并不是美国的公家单位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而美国政府现在就像一个大样板一样 他好像有了世界上最高的权利 但是却没有掌握自己的能力 这些东西全部掌握在其他财团手上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以现在这种情况来看 美国只要经历多几场这样大型的天灾 美国的基础设施 就会面临到很大的挑战 今年美国会不会再遇到一个 干旱到或是热到一个极限的状况 这个没有人去知道 无论是政府 或者是百姓家中的东西都一样 这些基础建设都已经经过了四五十年 几乎都没有去维护 而且没有更新的状况之下 都会面临到极度不稳的状态 那么如果我们上座所谈到的 拜登他有没有兴趣做 这位老先生很有心要去做 其实特朗普也很有心要去做 这两个总统都想把美国建设好 但是问题再一点 没有钱你怎么做 这还是一个小问题 没有钱真的还是一个小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是 拜登或特朗普他有时间去做吗 一任四年的美国总统 高龄78岁的拜登老先生 四年后同样也是78岁的川普老先生 同时要面临到政权的不断的轮替 或是比如说拜登现在要防御的什么 川普后来的绝地大反攻 他有没有多的时间跟精力 去做一项至少需要五六年起跳 还不是说可以做完 那起跳可能只能刚开始去做的一个设备 更新 一个就算了 真的要做 那就几百项 甚至上万项的基础建设的更新 不更新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更新美国的国力无法再次的快速发展 各位要知道美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 就是因为杜鲁门 他们那些伟大的总统的一个时代 积极的建设美国 所以美国才能够在快速的迅速状况之下 发展起来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本土没有受到世界大战的经过 所以是说他恢复速度是在一个和平 极其和平跟稳定的状况之下 可以快速的建设跟发展 这是历史背景 这是历史背景 二战的状况之下 你不要说中国了 世界上有极少数国家是没有经历到战争的 是极少数 有没有还是有 但是就是真的是不多 而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他到现在为止 他的设备真的已经到了极限了 你总不能要在现在这个地方 去把一个山河院装潢的很美 然后说你可以住里面 不行 基础建设就是要去更新 不更新 只能做事的什么 中国飞快的超英赶美 超英是已经完成了 赶美已经迫在眉睫 美国只能这样子去看他 但是他却没有办法阻止什么 中国的快速发展 他除了想办法去撤走中国的外交封锁 或者是各种科技的限制 但是他却没有办法阻止什么 中国的内循环在日渐扩大 以及东协斯国RCEP的签力以及欧盟之间的互通有无 因为一带一路已经跑到欧洲去了 那么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存在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掀起亚洲各地的民主欢乐颂 让亚洲不断陷入混战外 希望能够波及到中国 包含了什么东西 泰国现在也在怎么样 抗议示威要求总理下台 要求修宪 缅甸跟不用讲了 对不对 坦克已经开在路上了 你要吗 就是继续抗议 反正给你一点时间 让你们玩一玩 叫一叫骂一骂 到最后你们还是得回家 为什么 因为军政府还就是两手一摊 我的武器在这里 不然你想怎么样 你生理不吃饭吗 有本事你坐在那边坐三个月 军政府反正就跟你讲了 我就是要管一年 一年之后要不要选取 我说了算 但是你们现在能跟我耗到一年吗 这些很多事情 你是没有办法耗这么久的 就像老师之前在评价 我们的当时在香港的所谓的这些 反送中的运动一样 你没有办法撑太久 因为当地你自己的生活 你是必须要掌握住的 你没有办法是说 为了这所谓的自由民主国爱 然后你去牺牲你所有一切 对不对 学生你还是得毕业 这些后来这些学生有没有回去上课 就会上课了 上班族有没有回去上班 回去上班了 到最后 到最后全部人都回家了 留下来一些什么 留下来这些人把钱拿完了 就去美国 去英国 去澳洲 全部都离开了 然后李子英被捕了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美国最后人做的事情 就是不断挑起新疆 香港 台湾这三个地方的议题 来希望让中国进行内耗 其他的部分 他的夺利点就稍微困难一点 因为欧洲国家并没有想 这次参户跟美国一起 完完全全封锁中国 这个老师 我们在去年的好几月 8月我们就预测到了 欧洲在疫情之后 是不大会去跟美国一起随之取武 为什么 因为你美国讲话不算话 第一个特朗普已经告诉我们 你美国讲话不算话 你一直有缘只顾的自己好 所以说以后我们站起来的时候 我跟你一定会去支持你 但是我不会百分之百的配合你 这是我们之前所预测到的 如果各位有一只是我们的频道老铁 应该都会知道 而我们现在知道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 新疆 现在新疆本地 几乎不太有以前的一种僵毒的运动会产生 为什么 因为那次过后新疆已经没有办法了 为什么 因为新疆当地的不要跟我讲共产党的坦克 有没有开进去了 当地的基础建设跟百姓的生活 已经受到这些基建的影响 让他们的享受到一定的发展上的红利 而他们也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补贴 所以基本上他们日子过了还是挺滋润的 而香港的问题在特朗普的孤立主义 以及蓬佩奥的孤住意志 反给中国将来一军 让中国已经取得了香港几乎全部的治权 泛民派的就刚刚讲到了全部都出走 林智英也是讲到 刚刚刚刚刚讲到收押 大部分的反中国的中央的势力 可以说是被一锅端一勺毁了 所以说美国要如何尽能维持 世界上第一大的经济体 来维护他美元的霸权 他除了掀起战争之外 几乎是看不到有效的方法 所以我们一开始提到了 空袭叙利亚就是他的一个手段 告诉大家我美国的飞机 还是上面有这种炸药的 大家我们来谈看看 而目前美国的科技霸权 可以说是对中国形成有效的围堵 那是蛮有效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科技这种东西 没有操不到的 没有操不到的办法 你只要能够动 大家都能够去揣摩 这一样化活总会把你破解出来的 这个只是迟早的问题 这个都是这样子去做的 就像印度 他现在都有能力去制造他自己的印度疫苗 对不对 难道说印度他的市值率低 他就没有这个能力吗 有的 总民药他都做出来了 印度开玩笑 他可是学民药的怎么样 发达的国家 欧美再好的药 在印度都可以给你复制出来 而且价格只要原来的1% 是不是 那么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很多人以为美国会因为台湾的高科技 的代工力量很强 包括我们的护国群山 这些高科技厂 美国就会保护台湾 不被什么武统的统一 对不对 但实际上的问题是 拜登正在积极的拉回这些代工 回到美国生产 来避免怎么样 中国以后断供稀土 跟收回台湾 让美国的晶片受到断供断料的威胁 所以说诸如像英特尔或是其他的高科技厂 他们现在已经正在想办法要把智诚收回来做 现在做失败没关系 包一点给三星 包一点给台积电 但是我们自己还想办法把这个智诚做出来 美国有绝对的高科技的能力 从这个地方看 我们知道他没有绝对 他会设计 但是他要做到生产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所以说他现在把这个智诚要做起来 并非外包给台湾 那么同样的立场之下 台湾的高智诚的代工 美国就跟中国一样 他只需要时间 他却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当有一天美国的智诚跟他的石油 页页油一样 可以自产自销的时候 台湾仰赖的护国神山群 会变成什么一样 会变成跟委内瑞拉一样 就像快破烂 给美国给抛弃了 美国做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台湾不会是例外 这就是美式正义 这样的做法 我们不能说他对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他错 这个就是一个社会跟国际的现实 圣者为王 拳头大的当化世人 各位你说是吗 好 我们看看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